去年用花甲南海转大人 拿下金钟最大奖的戏剧节目奖 今年共有五部作品角逐奖项 二十之后 双城故事 客家剧场日剧时代的十种生存法则 大爱剧场菜头梗的滋味 我们与二的距离竞争一样相当激烈 有王小弟指导的二十之后 透过人生出掌成阶段 探讨二十岁时 在每个领域所伴随着的热情 与不安全感 值得一提的事 统治议题也在题材当中 因为我爸发现我喜欢男生之后 就叫我去看医生 后来干脆叫我滚出家 要跟我断绝父子关系 我一直没有办法接受我自己 我觉得我会喜欢别人 是一件很肮脏的事情 不知道为什么老天 要让我这种变态存在 而远赴美国拍摄的双城故事 由叶天伦指导制作 故事透过两个女孩 两个城市 两种视角 诠释现代人的生活态度 和处师观点 呈现不同文化冲击的火花 我叫Jell 从San Francisco 我念念 从台北 很高兴认识你 我一心觉得 我的真爱就在旧金山 我叫Ryan 从San Francisco 我喜欢你 在我家不要讲任务 到底用什么手段 你念念 迷到团团队 我以为要做美国人 什么都不要了 除了探讨成长路上 遇到的问题 与文化冲击外 接地气的剧场 也是十分热门 客家与大业剧场分别推出 日剧时代的十种生存法则 菜头本的滋味 揭示土生土长的在地人 为了生活努力打拼 有别于其他入围者 我们鱼儿的距离 是首部以随机杀人 为主题的电视剧 涉及新闻媒体困境 及思觉失调症等议题 社会写实的电视剧 也令观众开始有了百思 如果杀人犯给他们的家人 都不用负任何责任 我天人算什么 天人到底算什么 你的目的是要让他躲过死刑 对吧 但我不是上帝 我没那么回答 没有一个爸爸妈妈 花一个二十分 去养一个杀人犯 五部入围者的戏剧作品 题材在地跨 十分贴近人心 更能引发社会大众公民 不管最终哪部 会躲下最大奖 入围都即是最大的肯定啊